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 十一日起一连访华三天 星期他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示 此行与中方高层会面 将要求让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汇率 今年以来美国以多次就汇率问题 敦促大陆政府披露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 今年四月更公开对人民币持续贬值 表示严重关切 大陆南方地区遭遇暴雨袭击 数十万人受灾 其中深郡市遭遇自2008年以来最大雨量 从四一号凌晨六点到下午四点 平均降雨达一百七七点七毫米 任时成为水城 商业街也变成商业河 中国接连发生袭警乱砍人事件 当局紧张 北京警方十一日晚间宣布 十二日上午九点开始 每天常态性派出一百五十辆武装巡逻车 每辆车巡逻范围不超过三公里 专门处理街头暴力事件 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届满六周年 昔日死伤整齐的灾区 成了中共喉舌媒体中的现代桃花源 但属于豆腐渣工程的数千名学生 原情至今仍未昭雪 没有一人因此而被追究 但是因收集豆腐渣死难学生名单 被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刑入役的作家谈作人 昨天开始又成为内地网路的敏感词 无法搜索 新台南电视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